年代旅游原名云辉旅行社 幻名宣传片拆除重新归零的气魄 却盖不掉林大军的黑历史 在2018年他用云辉旅行社的名字 和伊林娱乐合作拍摄巴黎岛宣传影片 基于友情互惠价格只向旅行社收取3万元 不料事后林大军迟迟未付款项 直到2022年伊林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才解决 林大军从云辉更名为年代旅游后 财务状况并没有好转 在其他国家欠款已成惯性 包括香港的业者 包括一些河内的业者跳出来 我也是才知道 那在复国 因为复国这个地方比较新 所以说之前没有听到他这些新 那也是这一次我跟他接触 我才知道说他原来是一直这样子 在跟地阶社在骗 不只曾跟林大军合作的地阶社 跳出来指控 光在越南就欠了上千万 连马尔蒂夫也有债务 林大军机欠马尔蒂夫饭店上百万 和旅客退房时 还被饭店业者追讨188万台币 最终由平保协会协助和饭店沟通 支付1000多美元才离开 我们主张他不能够限制旅客的人身自由 旅客基本上是限制人身自由是违反的 所以第二个呢 也跟饭店沟通 如果我们今天客人没有办法回来 客人在当地的吃住 你要负担的 所以后来呢 经过几番沟通之后 饭店这边也接受了 不只欠在更有网友起底 年代旅游官网林大军介绍中 学历写着台大NBA汉淡江研究所 但一查却发现根本没有相关论文 被网友怀疑连学历也造假 林大军的黑历史也不断浮上台面